非洲草原的斑马经常被狮子咬猎狗掏 所以很多朋友都对斑马有灵敏之心 这里我就有不同意见了 所谓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看了下面这些视频 也许你会和我一样 心中一万头羊驼随风飘荡 镜头中斑马和幽珠都在正常吃草 当然旁边还有个脚马 这段视频脚马只是客串 所以它只是个过气网红 能上镜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脚马也有自知之明 躲在镜头边缘不断徘徊 很好如子可叫 下次让你当主演 叔叔阿姨老少爷们 现在咱们把眼睛移到左边 小小油猪吃草距离斑马太近了 斑马开始导火 他要找尸了呀 我就纳闷了 姚明和小四站在一起 人姚明也没说啥呀 这草原本来就是公共财产 人人有份 凭啥我就不能和你斑马面前吃草呢 道理归道理 但斑马不这么想呀 他认为道理在他的后提范围之内 对着小小的幽猪就是一个踢呀 正中一脚踢中脑门 可怜的小猪仔 不死也是个残废 这辈子还咋找对象呀 好了 幽猪的事情说完 咱们就说说脚马吧 毕竟过气网红也想要咸鱼翻身 今天我就成全你 让你当主角 这脚马经历了大起大落 现在十分敬意 我没有喊卡 他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抛开职业道的 从演技层面来讲 比国内的小鲜肉 强了三个蜘蛛侠的距离 具体我也没有量过 大家也不要较真啊 斑马和脚马和平共处 看得非常的融洽 毕竟你斑马有后蹄子 我脚马有尖脚呀 我怕谁呀 不服单挑呗 所以斑马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反而和脚马套近乎 离得很近很近 这就好像下雪天开车 别人给你酒暖身子 那是万万要提防了 可脚马毕竟不是人 他没有那么多心眼 注意看了 斑马悄悄抬起了后蹄子 攒足了劲 猛的一下 脚马这大脑花 估计被踢得够呛了 现在脚马看了 咋回事 咋个伤员了 狮子老虎还是毒蛇来了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跑走呗 斑马包括下黑手那位 跑得更溜 完了 BBQ了 第一现场完全被破坏 脚马们也不会看摄像头 这注定是一起千古悬案 可怜的骄马 这个过气网红 出身未竭 身陷死 算了 不说了 想当网红得多的是 下一个 斑马和长领路又在一起了 哎呀 这小斑马 欺负人欺负惯了 是不是 我大明星长领路 不潜规则我就算了 居然想明目张胆 强行整我 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吗 看看我这大长腿 就你 还想跟我比 想上位 就等下辈子吧 果然 绝对的实力代表绝对的安全 斑马再也不敢造次 看来 这斑马 真的是欺软怕硬 浑水摸鱼的典范 大家对斑马这个物种 有什么想法 留言评价一下 感谢欣赏关注 有缘 咱们再见咯